本期话题是谁家的房子锦铃钓鱼台国宾馆 一平米就是价值30万 这几位明星你认识吗 第一位周迅 周迅的四合院位于北京市的重中央 属于受保护的四合院区价值3个亿 他的四合院一共有13个房间 整体装修设计都是仿造皇宫建筑 十分豪华 第二位是重隆 重隆在北京购买的四合院好者 原为康有为故居 该四合院占地1200平方米 紧安着北京二环内唯一一个水井公园 周围顶级的石滑配置 让普通人望而生畏 现在股值已超过了10个亿 不过即使出再多的钱 重隆大哥也不会卖掉的 第三位王刚 他的四合院是最贵的 院子里收藏的古董 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堪比小型博物馆 什么乾隆的泰兰同瓶 康熙的青花词 将军官和声的奏折 七白石的画等等 随处都是名贵名懂 处处都有讲究 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 第四位关之林 这位十三仪式 娱乐圈出了名的 有商业头脑 05年的时候 他花了2500万 买下了这套老百金四合院 坐南面本很有气派 而且每间卧室屋顶上 都雕刻着二龙戏珠 丹凤昭阳等图案 合脱一个王府 直到现在四合院价值 早已翻了几番 就是十个2500万都买不到了 第五位宋丹丹 这是一个最意想不到的了 这么低调的老演员 居然在北京拥有四合院 而且还位于北京房价 最贵的地界 一平米就高达30万 不仅如此 他的四合院位于 北京钓鱼台七号院 紧邻着国家招待所 外国元首的钓鱼台国宾馆 这已经不是有钱 就能办得到的事了 明星收购高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可谁也没想到 竟然是如此的高 在他们眼中 名车豪展早已不算什么了 拥有北京四合院 才是顶级富豪身份的象征 可封刺的是 从来没听说过 哪位科学家在北京 有四合院的新闻 大多的生活简朴 捐款大方 去世后 也只是一则简讯报道 细子家世天下之 英雄酷骨无人问 这是14亿人的悲哀 也是国之悲哀 无论你有多忙 请把这个视频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醒悟 如果你认为这段视频 算是重能量 请留存转发吧 让更多的人醒悟 来抖音急速版 看视频领现金